民進黨桃園市長參選人鄭運鴻 週四參訪桃園洋傘公司 董事長話中有話 鼓勵他要當市民的保護傘 目前桃園選戰三強鼎力 不過鄭運鴻要接任 現任市長鄭文燦的職種棒子 再出現新挑戰 同黨的前立委鄭保欽 在社群媒體刊出理念影片 從政三十多年 擔任過立委台延董事長 桃園航空城公司董事長 2005年 他曾代表民進黨參選 升格前的桃園縣長 派給當年國民黨朱立倫 2020年鄭保欽挑戰立委連任失敗 鄭保欽25日發文 要民進黨在論文案等三點上 給人民交代 被認為可能要角逐市長一位 黨內前輩對於選情 有所擔心 這也表示說 現在對民進黨的選舉 不只是桃園是全國來說 是個關鍵時刻 那我都相信說 他們的擔心也表示 我們現在最需要的是團結 我相信每一位前輩都有智慧 來一起來度過這一關 有媒體稱 台北市長柯文哲 要替立委鄭保欽站台 但民眾黨桃園市長 參選人賴江林回應 表示子虛烏有 而國民黨參選人張善政 則是聚焦論文風波 要求鄭文燦道歉 我覺得我們的蔡英文主席 還有鄭文燦市長 都有必要出來 鄭重的道歉 不能夠袒護一個人 而想要去蒙蔽我們全國的國人 也不應該去 想要維護權力 去打擊學術倫理 還有破壞我們的教育體制 選前倒數93天 居家市桃園被視為一級戰區 選情動態受到各界關注 新唐雅開電視胡樹霞張年杰 台灣桃園採訪報導